这应该是咱们后结合的 你最起码你说这儿好那儿好 咱们自己有自己的窝 那住是有 你有了但是这个 我冲着想靠房子 我这拦你去 住都随便住 这是你调整好 你有房子 要房子吧好 都给不了 我这说实在的 起码你没了之后 你都有过永久居住的房子 刚才他也说了 不是住 穷玩车 富玩表 土豪大也玩风产 今天来乡亲的大呀 首持17张房产证 漂亮的阿姨们是前补后继的往前冲 年龄差在实现财富自由面前已是伪命题 今天来乡亲的50来岁里 阿姨与以往的大妈的有所不同 直言不看年龄不为房子 只是享有一个家 看着呢好年轻点 哎呀没事的就不考虑这些的 孙数已经在那呢 现在又不是小孩 是不是我们这年龄段 考虑哪方面呢 就考虑如果比如说我俩试试哪的话 我比他差这么多我还是跟你说 然后他家孩子 孩子的问题 他家孩子能不能说哎呀 这这么小啊或怎么样的 你说是不是啊 一会可以捞一捞 他家孩子的想法 肯定要涉及到 就是说我跟你说了 其他方面还有那些要关注的店 别的也没有什么 再一个无论风 只要他不啰哩啰嗦的 叨叨人就行了 就是说活干多少了 过日子都不在乎 我都不在乎 这是如花似玉 好像贤女林凡哈 不是我这么说真是哈 这个从项目来看呢哈 也是也挺好哈 这个 你说说条件吧 啊这个就不说了 那就不夸了 我现在赞扬赞扬呢 这老头是直接给阿姨迷的 找不找北了 夸人的话是不要钱的往外蹦 听到红娘都忍不住了 赶紧打岔 强行让大爷介绍自己的情况 别是一个人和孩子吧 现在生活习惯都不一样 另外 这现在 岁数大了 人都是夜生活 我们都是早起早睡哈 所以 生活一切啥对吧 都饭食都不一样 所以哈 也寻找点 说好老科找个 伴侣啥的哈 在生活当中哈 互相都能有个 倚靠有个靠山啥的哈 随后阿姨介绍 自己的情况 现在已经退休 但是为了补贴 儿子还在打工 儿子还没有结婚 所以我必须得干 还是再打一份工 嗯 我不知道 我在接着打工的情况下 你允不允许 因为我啊 也很需要 这份工作 大爷这一听感情好 立刻表明自己的态度 跟你说哈 感情到为什么都好 因为夫妻走在一起 咱们是牵引 你愿意做啥 我应该是支持你 这就是咱们彼此之间互相照顾的条件 大爷认为老年人打工就三个原因 一是锻炼身体 二是打发时间 但最主要的还是赚钱 接着阿姨问到了居住的问题 也看着阿姨说起了居住的是 大爷觉得这回乡亲有戏 实验以后要养的阿姨 真不愧是老年人乡亲 这速度就跟做了火箭一样 进度条拉得蹭蹭快 前脚刚说完要养人家 后脚大爷就开始给人洗脑了 你就用我的情才能换你的情 这才能走到一起 不要把钱看得过死 这么大岁数了 我找个伴儿到我们家是主人 他不是家奴 大爷这预防真打的可真够早 生怕阿姨要你家房子 没想到阿姨根本不接着查 转头问起了大爷的脾气 大爷这话说的给阿姨笑开了花 看来大爷也是个情场高手 接着阿姨聊起来自己是离异的 离婚的那倒不是啥 离婚因为你是合理合法离婚的 你有证的 你符合婚姻法 那我就相信政策相应国家法 看起来大爷是真的坠入爱河了 啥也不在乎 啥也不过问 一心只想抱得美人归 大爷这态度 阿姨一整个被感动到了 跟大爷袒露了心声 因为我的孩子要归他们 我拿走的一分钱都是我儿子的 所以我什么都没有 我一个人精神出货 阿姨因为前夫出轨选择离婚 但又为了儿子选择精神出货 现在儿子32岁了还没成家 阿姨还想再帮他一把 尽管已经离婚 但儿子负担太重 阿姨也会帮着照顾爷爷奶奶 得知阿姨和婆家还有来往 大爷的心情立马行转多元 他也是婆媳之间 说明他挺善心善良的 去照顾发扬他这种精神 但是也是应该的 这是证明他的银品好 这个有善意 但是我就是拉过扯圈 这些个关系 这个陆续老来往 我是不同意这些事 对于这个问题 阿姨表示自己也有打算 孩子我该管的我得管 但是说得至于他生孩子以后了 那我可能就我想是够强 因为这边也是个家 如果能可能的话 当然我愿意帮他 如果你觉得不可能 那我就不管 孩子目前没结婚过 不然的话我就不找 不然的话我就认可不找地下 这就把大爷给整猛了 一边信誓旦旦说着自己不图钱 一边又吞吞吐吐的说着 要贴补孩子 那又干啥来找对象了 你为啥要找对象 你这个还没交代 你没问我呀 因为我没有房子 我不能说这将来 现在我是帮孩子了 但是将来我不想要孩子再帮我 因为太难了 孩子现在都这么大岁数了 我就想找一个家了 这家可就得说到说到了 家庭也是家 家产也是家 大爷表示你到底要哪个家 咱得说清楚 阿姨表示 自己有个住的地方就行 孩子也不会来增加产 大爷的心可以放到肚子里去 不在意产不产生的问题 不是我的东西我也不想要 因为他很在乎这个 很在意家里都商量好了的事了 咱还跟人家说这些干什么呀 不要他咋住都行 那咱说他没达到什么目的 我在用旁的其他到老时候 我多给他俩钱了 干啥了 我补上他点 但是我不许愿 这就叫争得不足 让得有余 阿姨找这个大爷 就是冲着他家庭条件好来的 能让他住得舒服就行了 其他也不求 眼瞅着阿姨什么都不要 大爷反而不自信了 就咱们俩这个年龄差 你感觉那心里 你说的心里话 你嫌弃不得 那嫌弃你就不找了 我嫌弃我连来都不来 是是是 这不是一句话不不了了 这不是上电视的 这不是说俩人说 凑到一起 落一落 落到一起就落 落不到一起就不落 这是上电视的 我们都有常人打算 大爷选择的心 可算是能落地了 随后还对二人的未来 做起了规划 我决心是 你到硬核时候 我拿你杀 我要医管到底 我敢这么说 你有病我好好伺候你 那咱说拿真心实义的 我一点不愿意遭罪 我到那个时候 我不怕花钱 我给你硬针治病 保健我给你装好 我说这是我心里话 谢谢 咱就是说大爷 任阿姨才50多岁 您这考虑的未免 有点太长远了点 难道这就是老男人会疼人 我笑了 我想我好像不会 在身体上好像 不至于他 还得给我花多少钱去治病吧 我会保护我自己的 不要自己身体好起来 最起码跟他那边 大爷也表示 自己身体背霸 今早还一个人 把40斤的菜 从超市搬回来 但是你看我今早 拿40多斤回来 超市这么老远 那个早市这么老远 所有歇几歇 我也是够累的了 你身体再好 你也不定拿回来 这能说实在的 我是把两个搭的搬上 还有个大媳妇 大媳妇就18斤 那以后买菜呢 就是你拿了 我您真拿不住 你说那个哈 我拿都行 你听我告诉你哈 买个拉盖车 你乐买啥买啥 不是 还有那个都是我告诉你哈 我拿不到 咱们家吧 你煮那个 我跟你一定权利 你是主人 要你有兴趣 在这家 知道我过的哈 有思有味的哈 这两人算是看对眼了 看起来这桩婚事事成了 大爷这就开始 跟阿姨展望以后了 深圳鸡蛋 我去装修 我去哈 完了还上哪 你考虑考虑 因为有些事吧 我大朋友都随你 你愿意去 咱就一起去 咱们在那干的啥 一住那个房子哈 你要不愿意去 你这啥个事 我就先去 装修再回来啥的哈 恭喜两位牵手成功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也喜欢 小爹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丑 长按点赞三秒钟 咱们评论区见